灵命忠实往生的人, 他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讲他头脑很清楚, 一点都不迷惑。 这个事情难了, 很不容易。 我们自己能保证将来死的时候, 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吗? 这个是大福德。 有大福德了, 就能够有大因缘, 就会有正善缘了。 没有大福德了, 这因缘就没有了。 因缘是什么呢? 临终时欲善之时, 帮你祖念。 祖念对于我们凡夫舍佛来讲, 是非常重要。 祖念在什么时候? 人在冰重的时候, 垂围的时候, 但是他神智非常清楚, 这个时候帮他祖念了。 他断了气之后, 这个祖念最好能够延续12个小时。 至少也要帮助他捏8个小时。 这个是一般祖念。 所以有同修给我讲, 他说到殡仪馆祖念, 我说那不是祖念, 那是去超度。 祖念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 病人在家里, 是在他家里祖念。 他在医院里面往生, 在医院里祖念, 不可能在殡仪馆祖念。 殡仪馆是超度的。 那是超近佛四, 不是祖念。 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 祖念的时候, 病人还没有断气。 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 善知识在旁边照顾他。 照顾什么呢? 照顾他了。 不能设掉真念。 真念就是一心跟着大家的念佛。 一心一意求生监土。 人在命中的时候, 他一身所造的善卧衣, 统统这个时候会显起。 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病人, 在这个弥流状况之下, 也就是他在临终前三五天, 或者是一个星期, 这个时候就有这个现象了, 他看到许许多多的嘉倾倦书。 说这个人来了, 在门口我看见了, 那个人在哪里他看见了, 所说的都是死去的嘉倾倦书。 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 这叫因尽先情, 这个境界很不好, 是不是他嘉倾倦书呢? 不是的, 是他的冤亲债主, 变性嘉倾倦书的样子, 来诱惑他, 来带他走啊, 带去之后就要算账了, 要报复了, 这些都是地藏经上所说的。 凡是有这种现象, 这个善游在旁边, 立刻提醒他, 不要理会, 不要管他, 不管是什么人, 就提醒他就叫, 不要管他, 老实念佛, 他念头一转, 他那个境界就没有了, 所以临终开示就这么一句话, 那个时候不能念经啊, 经文太长了, 越念他头脑越乱了, 那就糟了, 也不能讲其他的话, 只有一句话, 他看到什么东西叫他, 不要去旅会, 一听念佛, 求生见徒, 阿弥陀佛来了, 就跟他去, 不是阿弥陀佛, 不管什么佛菩萨, 都不要理会, 都不要去管他, 临终就开始这么几句话了, 守住这个病人, 要守几天, 就这么一句话, 日夜不能间断, 时时时刻刻刻提醒他, 抱持他的正念, 所以这个人就有佛报, 由善于是他, 有善知识在旁边提醒他, 打断他的妄念, 打断云青寨主的诱惑, 帮助他提起真意, 跟着大家一起念佛 他不能念的时候 体力摔的时候 他能够听 或者我们看到他嘴在动 这个重要啊 所以往生之后 一般都有很好的位相 这个位相能不能断定他往生 不见得 他的位相当中 只有他自己说 阿弥陀佛来了 我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如果在祝念这个期间当中 他从来没有说过 佛来看见佛了 看见观音菩萨了 那就很难讲 但是绝对你不躲三无道 所以他来生 他想人天佛报 还是有瑞相 凡是有好相 就决定不躲我道 躲我道的相不好 所以这个祝念一定要到他断气之后 延续十二个小时 这叫做阻定 那么基本的条件 他自己本身一定要修复 没有佛报 临终神志不清 家亲眷属不认得 这个就很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也给他阻念 念总比不阻念好 能不能往生 那是很不可靠 但是纵然 他多悦到 也会减轻 他的痛苦 这是肯定 最作念的功德 不可思议 如果人有佛报 在这个时候 一定得佛力加持 这一运是佛的慈悲大运 所以佛力加持你呢 你这个时候 心就不颠倒了 保持正念 现前 记得吧 感谢观看